大家晚安 我跟你講我們的主題一向 欸有沒有看到 新戶景有沒有 現在坐沙發有沒有 哭聲 整個都有質感起來了 可是 如果這樣腳翹著 看不到留言 CRV買太早了 不會啦 你先爽啊 先用先爽 有什麼關係 找客人上直播OK啊 沒問題啊 什麼都可以做對不對 什麼都不奇怪 今天剛好齁 我跟大家聊一下這個 VAG的車系 或是VOLVO的這些車系 今天剛好藉這個直播跟大家聊一下 我以前對這種車很排斥 因為第一個它躲山綠 真的沒有像日本的車 或是國產的車這麼高 而且修理又很貴 他們的零件料件都很貴 沒有錯 你比較聰明的車主啊 或是車友啊 他會去這個對岸淘寶 買一些可以共用 因為你現在很方便 你現在有車身號碼 那你到對岸去 你可以買到很多VAG 因為他們那邊是國產車嘛 可是你車壞掉啊對不對 你還要去對岸買材料 等他寄來有的不的 有時候跟對岸做生意 講難聽一點 有時候要看運氣 遇到好的賣家沒問題 你遇到賣家不好的 寄來的東西不對 壞的甚至打開有沒有 香腸 你就會遇到一些風險 還是在台灣來講的話 其實零件還算是貴 所以我以前很排斥賣這種車 那如果有長期在關注 小師的朋友應該有發現 近期小師越來越長賣這樣的車 那的確因為我找了一些管道 就是比較對這一方面 這種進口車比較熟悉的保修廠 甚至材料商 降低我們回來養他的困難度 換一個角度去想 這些車為什麼買也很貴 修也很貴 然後走散率又比較差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現現在路上 幾乎有一半以上都是進口車 那這些開進口車從北七 還是都是好亞郎也沒有 我隨便講個購物 差不多我店裡面有在17年的 保庫內的購物 新車九十幾萬 現在剩下六七十萬 然後活生生才跑三萬公里 價格就差了二三十萬 那這個東西 為什麼他會跌價跌那麼快 甚至一五年的購物 還要跌到剩五十萬 四十幾萬五十萬 那也是因為他的 維修比較貴的原因 他們修理貴這件事情 你在買的當下 你已經享受到他的折價 我覺得VAG啊 VAG比較好啊 因為VAG至少他的數量比較多 對還有這個VIC剛講的 現在路上車太貴 也是一個蠻大的因素 我們常常來講 現在的國產車 新的動車八九十萬 你到了二手車市場 一些大漲牌 最簡單的 你講那個馬三就好了 混動馬三 新車才七十八萬 然後你去買他 二零一六 還要買到六十萬去 今天要靠靠一靠 我有六七十萬 我去買一台馬三 然後只是因為說他新車比較貴 也是八十幾萬 結果三年車四年車還要賣六十幾萬 混動馬三八十幾 我記得四門的 減配的還有七十八萬的 進口車的配備安全性比較好 我隨便講一個購物就好了 人家在2006年的時候已經七安了 那我今天有上網 我有PO上網一台Fiesta 那當初是1.4的 德國進口的那個 當初少量的那個版本 人家在2010年的時候 人家就五個安全器 那很多新車 國產車到現在都還雙安 問題是 你要去買兩年的阿迪斯 新車六十幾萬 你現在買還要他五十萬 對啦 你如果要省錢 你的角度是省錢 那沒話講 那當然我們的角度 如果有考量到帥不帥氣 開的爽不爽 對不對 安不安全 進口車也是另外一個選擇 所以我慢慢的 因為降低了維修的成本 跟管道 維修的渠道 好不好 反正我要講的就是 當初我會選擇進來二手車這個行業 除了對車的興趣以外 那很多人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去賣新車 那我講過很多次 因為新車 我覺得去了之後 只能賣這幾款車 然後這幾款車出來以後 就要賣好幾年 或是出新的車型 你才有在 然後你永遠都這個廠牌 那這個廠牌 你賣膩了 你就跳另外一個廠牌 那我就覺得 這樣子好像 比較沒意思 沒有辦法看到很多 各式各樣的車子 進口車開多久或幾年 才算划算 其實這個問題 不管進口車 國安車都很多人問 其實我不要講進口車 國安車 我覺得車子是這樣 你開到報廢最划算 不賣就不會有折價的問題 但是我其實不是 不太鼓勵大家開到報廢 因為開到報廢 很多來買車的客人 比如說他有 20萬的預算 可是他不要 他選擇他只想買10萬的車 然後他打算把這台車開到報廢 可是我覺得這個想法 有一點也不能說不對 因為你10萬 你開到報廢還可以 政府補助5萬 那我覺得換一個角度去想 你如果 一台車開到說 他還有殘值的時候 你把他賣掉 他是有錢可以拿回來 車子雖然是一直折價 可是他畢竟 他還是一個有價的東西 賓士比較好養 其實所有進口車 目前我自己 遇到的經驗 我是坦白說 我真的是覺得 賓士左三綠是比較好 現在的 新車科技越來越進步 然後新車科技越來越進步 就會造成一件事 就是隨便畫一個東西 單價都會很高 尤其你如果有牽涉到一些電腦的東西 甚至我覺得這個東西 他們新車也在做一些零件 你外場無法生產 就像之前有一個 不是說賓士告那個什麼寶 做燈具的那個 地寶啊 說他模仿他的燈具有沒有 你想想看喔 以前這麼久到現在 我們的車燈啊 不管摩托車汽車 都什麼正廠副廠的有沒有 還有那種外場的 那現在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決定性的一個東西 就是被告仿冒被告侵權 那就代表什麼 其實原廠也很努力的 不想要讓外面的人去 綁造他的零件來賣 對啊所以你一定要做 跟他一樣才裝得上去啊 那你怎麼做你都是仿冒 現在月薪的車 他裡面的一些燈光的設置啊 馬達的設置 轉向頭燈的模組啊 你的模組還要跟他的電腦配對啊 好啦不告你侵權啊 你做一個轉向頭燈啊 你模組做出來 不好意思跟我電腦沒有辦法配對 你這個燈就是沒有用 就跟這個iPhone一樣啊 你要買配件 做這個充電線的 沒有來跟我上繳朝廷的這個穗金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多新車 的車廠的配件 月薪的車齁 外面也一直經歷在破解 我覺得這個就很像以前齁 PS2 PS3 PS4 跟台片的那種鬥爭 所以以後我覺得慢慢的修車這個東西齁 我覺得其實修理廠也是很辛苦 像外面很多大大小小的修理廠 他變成說只能做一些機械性的東西 要不然你就是要去買很貴的 專車專用的電腦 否則你用通用電腦也許有人破解了 可是如果被升級了 車子的電腦又經過升級了 你也是沒辦法進去讀取一些故障 反正其實我很多東西齁 其實就會有這樣的問題啦 鎖料然後造成你不好養 不過就看看這個外廠跟原廠的這個競爭 如果以我二手車這個行業 我倒覺得還OK 這種問題我覺得比較常出現在 現在很新的雙B奧迪上面 所以每個車廠開始把這些東西 弄得更維修變得更困難的時候 材料你外面找不到 你只能跟我買的時候 那你就是 消費者其實就是會越來越辛苦 現在很多新的那個 火產車啊 其實修理也不便宜 最近我的那個 Facebook啊 看到很多同行人在轉貼 說上次有一個好像 自售賓士車嘛 然後約出去被三個狀態圖打 押去過戶有沒有 然後很多 車行的朋友就很喜歡轉貼這個文章 就說你看在自售啊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FB那個看到太多 每天的訊息都是這些車行的訊息 這應該算個案 以前其實我們就經過很多案例 其實你不要以為是自售才會 車行試車也有發生過很多次 在泰山賣車的時候就發生過類似的案件 兩個人說要去這個車行看車嘛 比如說看BMW的看一看就說 要可不可以試車 那開之後呢就一直往山上開 然後就把這個 車行的業務啊丟在山上 很多的消費者都會來問我說 小師那我要自售 要注意什麼 其實我在這邊我順便教大家 講好價錢了 然後去過戶了 然後過完戶之後 然後說那我們去銀行 我把錢匯給你 結果車就搶走就開走了 結果你車也過戶給人家了 然後車也被人家搶走 錢還沒拿到 然後也有說 我說我應該 比如說我應該會33萬給你 然後其他只會3萬 前面再偷偷加一個3 你在銀行坐在那邊等他匯款 他轉身過來以後 說欸你看匯款單 給你看我會33萬給你 你如果沒有馬上刷負子 好如果那個銀行 不是你的銀行 你沒有帶負子 你或者是你沒有網路銀行可以查 好這就讓他開走了 結果只有收到3萬 這個也有案例喔 還有一個我覺得要蠻注意的 大部分啊 因為大家都要上班 所以你自售的時候約看車 你只能約下班嘛 那下班都是晚上 像我以前一個客人他就 之前他自己都會自售 後來他就都不自售了 就把車都直接丟給我 或是寄給我賣或怎麼樣 他說每次他下班 7 8點 8 9點 你就要加班 然後約又約在那種動物園 你知道其實動物園 晚上那條路是沒什麼車 沒什麼人 後來他工作也忙 一次兩次三次 他後來就覺得說 啊算了算了算了 那小思那個 你也是要賺錢的 算了算了就給你 其實我們也會 我也會加入一些 FB的那種賣車社團 自售賣車的社團 我先不要講 很多帳號看起來都是同行 然後很多他敘述的內容 看起來就像同行的 我們也不要講 看那些真的自售就好了 我看那些真的自售其實 後來發現那個價錢其實坦白說 跟車商沒有差多少 你看到一些關鍵字 跳樓大拍賣 或者是結束營業 還有法拍 車子就是自售 法拍車 或者是現在有那個叫什麼 客賣會 現在台灣的消費者 只要出現這些關鍵字就會 下意識的就會覺得說 一定比較別移 可是事實上不一定 那其實我覺得自售的部分 會拿出來自己賣 我們現在講賣家的心態 當然就是他覺得車行 估的價格 跟他想賣的價格 落差太大 我真的覺得有些人 差兩萬他都覺得很多 他覺得說 哇車行估30 那我自己賣32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這種情形 大部分會發生在什麼 冷門車系上面 差最多就是什麼 標誌 我隨便講一個標誌的車 不要講什麼車系 假設車行賣30萬 他新車可能買100多萬 結果現在車行估30 他受不了 所以他出來他要賣40 要賣45 他要賣50 他覺得市場低估了他的價值 然後往往這些車就是 出來自售社團上面賣 掛著一個連車行都賣不到的價格 第二種比較常見的可能就是 剛剛有人講 有貓膩的車子 世故車啊 里程數很多的車啊 他的車明明就出過世故 所以每一間車商都跟他 哭30萬 他不甘心 他覺得我車只有小壯而已 我人就沒死 那對我們來講 換板件啊 你有撞到怎麼樣 我們就是要扣錢 所以呢 他就把這個車 又拿到市場上來賣 他賣40萬 45萬 所以你在外面看到的自售車 就大概會是我講 第一個冷門車 第二個有問題的車 那還有第三個改裝車 改裝車也是類似 這樣的狀況 我花很多錢改裝 我這個AMG 我用這個尾翼 這麼BLUBUS 你也知道嘛 改裝這個東西 我們都是花過 繳過學費 改的時候 貴貴賣的時候 沒錢 你改的越多 你賣的時候人家想說 哎呦 你改到那裡 好像8加9 好像阿炮 你這個人塞車一兩下 流流要被跑山 在馬路上開的時候 旁邊人家只是從你旁邊開過去 你就覺得人家跟你輸贏了 油門就補了 然後超過人家很爽 好美照 後外車就好照 人家就覺得下意識 你的改裝 就是會開得比較快 所以車商在估改裝車的時候 通常也不願意用太高的價錢跟你買 所以呢你又覺得你的車被低估啦 前一陣子才遇到 哎小事我這個車子全車我都換BOSS的喇叭 啊我比較好家 我人講話比較直 我說其實齁 你那個拆過門板 全部喇叭都換掉 門板全部拆 我還覺得說齁 不知道東西有沒有鬆掉 大家都不愛鬆的 大家都愛緊的 K8Gube 里程16萬 自排賣16萬 值得參考嗎 我是不會買的 可是 K8這種車很難講 K8這種車 車況不好就報廢了 再加上這種年輕的車子 你說沒撞過的也沒幾台 所以試顧率比例也很高啦 除磨下來的 你說沒有改裝過的我也不相信 所以你要顧得很圓 顧得很棒 我講真的啦 20萬人家都不賣你 你從報廢價到20萬都有可能 所以像這種老車經典車 或是有人想要收藏 有人會想買來玩的車 他沒有一定的行情 哎呦 路易是我的那個忠實粉絲 對遇到我就會變景內行的 但是如果在我後面來的 你們就覺得鬆 哪裡鬆 哈哈哈哈 對啊像Helis講的沒有錯啊 146 139 134 130 對不對 318有的沒有的 那有整理跟沒整理的價錢差幾十倍 有時候老車經典車收藏的車 真的就是看車況 所以二手車廠如果開價40萬 就只能40萬嗎 能不能殺價呢 明君的意思是能不能殺價 應該都可以吧 可是不行啦 別人我不知道 這個問題也常常會有問題 我說小事這台車開價40萬 我可以跟他殺多少 靠謠我怎麼知道 那台車如果是計程車改回來的 還是重大事故車還是調表車 我說你出了你就死啊 對不對他開價40 你看他出個30 他就跟他來來來來來來 進來寫一寫 金金段來來來來 沒有他會先假裝說啊啊啊 30那麼低喔 不然進來靠杯茶 辦公室聊一下 再拉個一兩萬 31 32 沒差那兩萬有沒有 再跟你殊死戰一下 欸就逼你買 靠10就中槍 每台車測況不一樣 每個人開價的模式不一樣 你如果像我 我很簡單啊 我一台車承認好了 啊我這台車 這個時間成本租金算一算 要賺兩萬 我就把兩萬加上去 我就開價 啊你要殺我 不好意思沒辦法 我就賺這樣 啊這你沒辦法賺 我就賺了 我自己就逃了 所以這跟每個人經營的模式啊 方法啊 其實都不太一樣 都有關係啦 坦白說我的 FB常會遇到一些 蠻好笑的問題 貼一個網頁來說 小四啊這一台 你覺得多少可以買 哇哇 神人欸 哇 看匠皮 36C 這個可能我還比較有機會 你叫我看車能不能買 我不知道 唉唷 還有什麼二手車的問題啊 請問賓業保管最後烤漆為何上車 來 這個問題喔 其實我應該在YouTube裡面回答 因為那個保險桿是用修復的 那你修復了之後 因為他 他有接合處 這個跟汽車的這個 事故一樣齁 我先把他烤漆好 再裝上車的時候 因為你裝上車你需要鎖 你需要合嗎 愛合嗎 你可能會折 你可能會碰到 那他有可能從原本的接碰處 又裂開 那第二個是漆也是硬的 你如果等你烤完乾了之後 裝上車 你要去烤到 還是說像我講的 你在裝在核的過程當中去折到 漆也有可能會裂開 浮土也有可能會裂開 很多舊的東西去維修的 都會先上車再奔漆 那你如果是新的保桿的話 就有可能先噴漆再裝上去 但是你 副廠的也不行喔 你除非那個保桿 你要很確定是正常的 而且合上去是剛剛好 都不用 角度上面都不用調整 你才有把握 可以先噴漆完 再上車 停紅燈放T檔過很久 車子抖動很大 沒有開冷氣這什麼問題 安寧卡 引擎其實很容易誤判 比如說引擎腳的抖動 沒有可能 還有你的捷氣門 代數馬達也有可能 就是你的空欄筆 不對啊 會準啊 小吃車場 目前什麼車只能在FB看到嗎 FB 除了FB的文以外 置頂文章裡面 有一個部落格連結 點進去 也可以看到所有的車 但是點進去看的部落格 是更新比較慢的 新的車最快會先上FB 如果FB沒很快被搶走 才會上到部落格 所以你看到會比較慢 二手阿迪斯適合入手幾年的 自詢我跟你講幾年的阿迪斯都可以買 阿迪斯幾年不管幾年都可以買 你看你的預算就好 我覺得二手車CP值最好的時機點 二手車我自己本身 我不太會坦白說 我不太會去買不高不低的車子 一個就是 他很便宜的時候我會買 比如說 我隨便講一個好不好 Porsche Buster 現在剩下20幾萬 因為他已經便宜到不能再便宜了吧 有什麼不能買 Infinity FX35 現在已經剩10來萬 我會買 但是我不會花40萬50萬去買Infinity 他在一個他年紀不上不下的時候 我就不會買 我覺得CP值不夠 再來一個很新的車我會買 大概三年 保護期以內的車我會買 尤其是一年車我最會買 我覺得CP值是最高的 你簡單講一台車 我的巴比亞好了 新車80萬 今年2019年的3月份的車子 剩下60萬 差20萬我會買 這個才叫CP值嘛 引擎攪晃過 那你那個節氣門帶入碼 來檢查一下 另外兩個沒檢查 去檢查一下 還有一個我剛剛沒講到 有可能是點火 你的那個 比如說一缸不點火 也會造成震動很大喔 高壓線一條壞掉啦 或者是COWER有問題啊 你那個點火不順啊 有時候車子 你不知道你的車四缸 車剩三缸 車在旁弄 弄抖動也很大 拜託人家那麼紅 我找蛇玩上節目誰理我 你們要先幫我 宣傳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 對不對我人數有夠 我們要請誰都可以 都沒有問題的好不好 先讓我訂閱數多一點 幫小師宣傳一下 水龜何時更換 水龜這東西其實很難確定 他的什麼時候壞掉 坦白說 水龜最容易就是因為 他的生鏽啊等等 然後造成卡死 該開的時候不開 該關的時候不關 那水龜我們的經驗 是透過溫度表的 溫度表的變化 我們來判斷水龜 那內行一點的 修理廠師傅會去摸 水龜前後有沒有溫差 水龜前後溫差太大 也覺得水龜有問題 或者是你的溫度忽然偏高 可是沒有漏水 有可能水龜沒有開 或者是 你熱車要熱很久 一般發動水溫很低 結果你開了很久 水溫還是很低 那有可能什麼 水龜關不起來 那水龜通常 因為他在水管裡面 你除非你拆開去檢查 他有沒有在開 要不然你很難去 知道說水龜 因為他是機械性的東西 水龜不是電子 除非有一些BMW進口車 他用的是電子水龜 那你可能可以從 檢測電腦裡面看出故障 那大部分比較舊的車 二手車 補產車 都用機械式的 機械式的 你可能就是要用檢查 上注講的也沒有錯 你在換水箱水 或是你在換水管的時候 換水箱的時候 可以順便一起換 皮卡建議買二手嗎 其實皮卡我一直有遇到 有機會我試看看 講到引擎腳 其實引擎腳我們換很多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觀念的問題 其實不是 很多車換副場的引擎腳 都可以的 像我舉一個 我自己經驗 遇到最常遇到的例子 碰達的車系 尤其西亞維亞哥最嚴重 西亞維亞哥 你老了以後你會覺得 你的方向盤蠻麻麻的 很抖 引擎腳壞掉 然後很多人 因為他原廠的引擎腳很貴 他很可以啊的 雅哥啊 西亞維引擎腳 全部正常的換起來 我記得是一萬六千塊 那你為了貪便宜 你去換什麼泰國廠的 什麼副廠的 大概一半價 我剛才已經換起來還是抖 那個抖差別就是 按摩椅開中跟牆的差別 那這個東西是經驗法則 很多修理廠就跟你報原廠的價格 說這都換起來 一萬六加工錢一萬八 那你想哇那整個開不開 也有負廠泰國廠的八千 換起來九千這樣 那你可能就因為荷包的關係 你就換了九千 結果沒有用啊 好一點比較有經驗的修理廠 他就會在前面就先跟你講 那你自己評估嘛 三代CRB原廠血水香水 16萬更換 是什麼意思啊 水香水可以用到16萬公里再換 是水香還是水 與何那個點我 整段電腦要去查問題 你要看你的車子的年份跟車種 它的版本支援到什麼程度 每一台車不太一樣 Lazers RX300二手怎麼賣 RX300那個也是車況不好 都差不多報廢了啊 車況好的賣個十幾萬啊 巴斯特可以搞台來玩玩 康哥我上次本來有一台講好 後來就不賣了 要不然我就買到巴斯特了 我也很想買啊 我就覺得 反正我開出去就是Porsche 什麼996911 986 987 987 有沒有 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我只認得他就是寶石姐 呵呵呵 所以開寶石姐不用花500萬 好不好 什麼GT2 GT3 GT4 我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只知道說 Porsche就是Porsche 我超小的有什麼Porsche 哇35到40萬買省油小車很多欸 Swift啊 Beat啊 Fiesta啊 很多啦 其實大部分現在的小車都很省油了 你如果真的要省油省稅金 是這個Fiesta 1.0的 省油跟這個稅金裡面 好像算比較取得一個平衡點 開起來不會覺得很慢 所以我賣的車其實很主流 大家有沒有發現 部落格看啊 所有的車都很主流啊 路上有一大堆啊 那一大堆什麼 好處就是很好照顧啊 那什麼壞處不帥 啊要帥買別種 也有帥的 欸 今天這樣搞一搞 喇迪賽也喇得差不多 欸啊什麼問題觀問問啊 下班了 車子舊不能拿新的電腦茶 對 車子舊他沒有支援到這麼多東西 所以以前有什麼OBD1 OBD2 那那個是插頭的規格 可是你通常OBD1的東西 它跟車身電腦連接的部品 就比較少 機械式的東西就比較多 那你就沒有辦法 這麼全面性的用電腦去偵測出來 那你像現在比較高科技的齁 你連你的電動椅啊 你連你的電折後照鏡 連你車內的燈光 車外的燈光 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透過整段電腦去偵測出來 那好處就是簡單 修理簡單 壞處就是 你只能回原廠去 請他幫你 甚至請他幫你修 中股車150 啊這個本來折價就很少啊 Lessons折價很少啊 其實有時候我也不知道值不值得啊 我覺得每一種車齁 有人買了覺得很開心很值得 有人覺得阿這怎麼鬼 可是有時候你要想到一件事就是 我們覺得他貴是 他在我們心目中 價值沒到那邊 可是別人還是會來買 我相信有很多在看我網站的朋友 抱著一個很好玩的心態 就是阿這車怎麼買 那我只想跟大家分享 有時候 你並不代表社會 你並不代表市場 那我也不代表啦 有的車我也覺得他很爛啊 那差結 也是路上有人在買 有人在開啊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也不能用我自己的眼光去看待事情 反正我跟你講每個人價值觀不一樣 有時候我不太會去用自己的價值觀去 去看每一個人啊 你覺得不划算 別人覺得很划算 YT喔 YT是每週三的晚上會有 影片的首播啦 不是直播啦 放下晚安曲給大家聽好不好 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晚安 好啦大家晚安啊